我最后何时件事 你们家狗是不是咬过它 我们家狗确实是咬过它 因为这家人它是来我们家 然后我这是 它开门的时候 我这是跟狗玩呢 我无意间开玩笑 跟它说 我说你要是再对我不好 我就让狗咬你 我就开玩笑说的 它就不信 它说到狗玩去了 然后狗急了 它咬了它一下 只想到它真咬 才说你说 身边以后不能这么说 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又不是有意 让狗去咬你去 但是你也不能去 打疫苗的时候 让我掏这钱吗 咱俩是男女朋友 你有必要跟我算这么轻吗 那我不是气急了吗 你说哪有女朋友 让狗咬男朋友 但你也不能 又是打疫苗钱 又是营养费什么的 还收营养费呢 急嘞 我为什么最后才核实 或者问这件事呢 我就想告诉女孩一个道理 就如果你爱的人 你都不够尊重她 那在你的周围 是没有人会尊重她的 她最后就会按你想象 那个方式 一直下滑下去 说白了 她就按你想象的那样 把自己塑造成那样 所以你们俩是不是适合 我还真的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 劝阻一个人 爱另一个人 或者你去劝阻一个人 不爱一个人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合适 何必耽误那么好的 大好青春呢 拖的时间越久 人家越黏着你了 剩下事你们自己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人家越闭嘎 素贼 ll 遥 dob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 请开箱 行 可以 你们俩这日子过的 来 拿盆吧 这是您用的那脸盆 对 就可能说 这个脸盆对我来说有点故事 我就希望如果这个脸盆 可以告诉他 生活你要需要讲究卫生 多洗洗袜子 那是什么呀 小伙子 火香蒸汽水 干啥的呀 泄火的 第一回这不是他生气了吗 然后我就 跑到他们所有楼下去等他去哄他 当时已经吵到 闹分手的地步了 我就去挽留 在那个楼下待了一上午 当时正好是夏天挺热的 我呢 就是一身黑 当时也 其实也真是改中暑了 然后从我老大一头看的 都心疼了 就拿 给我拿了这个 我就是想说我对你 其实我对你想给你的很多 就我不会去表达 其实我对你这份感情 真的一点不前 只是我不会去 跟他们别人那样去做 去说 没了 好 行吧 自己感受一下吧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一个女人自述自己爱上了一个 自己完全看不上的男人 那她到底是爱上了呢 还是没爱上 到底这个男人是看得上 还是看不上 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谜题 也像一个哲学问题 其实说白了 如果没有对这个男生的喜欢和爱 怎么可能走两年呢 只是希望自己身边那个人 可以变得更好 更优秀 仅此而已 但有的时候你大概需要调整一下 你心里对你爱人的那个定位 记住了 不要要求一个人做改变 那太不现实了 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来 请开门 不停地想起来 也会觉得其他原因 我不能多为力 听到谁 因为你如果可以变得更好 你就会变得更好 就会变得更好 那就会变得更好 那会变得更好 那会变得更好 你就会变得更好 你便变得更好 一会变得更好 安静对望也想告白 好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给我啊 给姐姐和哥哥 带着妹妹走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一队的 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可能我对带哥哥了 我希望你会把毛衣都改了 我不是有一步只是想说 想让你就是成为一个 比较优秀一点的人 可能我的言语和我的做法 可能都是太过分了 但是我这件事希望 我是为你 我改 他都改 家里我改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默说 我绝望的因为 生命只有黑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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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亮灯吧 来 你哭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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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这就是上前排的吧 注定 离不开 也注定 让我有这些缺点 才能有他吧 让他有感人这些缺点 想在一起 我觉得你不是不会聊 你是特会聊啊 你哪有不会说话 不会表达啊 行了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吧 请回 谢谢两位 男生终于在想忍了两年啊 今天终于有人把话 替我说出来了 我觉得今天来这儿 大概对他们来说 最大的收获就是 你如何接纳和宽容一个 你身边的人 没有人是完人 学会宽容吧